诗篇第五篇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 顾念我的心思 我的王,我的神啊 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祈祷 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我必向你成名我的心意 并要警醒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似的神 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说谎言的你必灭绝 好流人血弄诡诈的 都为耶和华所真物 至于我 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 凭你的公义引领我 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 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颤媚人 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 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 把他们逐出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凡投靠你的 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 因为你护必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人 都靠你欢心 因为你必赤福于义人 耶和华 你必用恩惠 如同盾牌 四面护卫他 我会让你留下了 shouldn't you 计计